老张,昨天我到苏平家去了 苏平昨天中午吃的猪肉大兔馅饼 挺好吃的 我今天给他做一回 你能做了? 我做不了 那我做下一个别吃 我怎么能不吃呢? 我怕你做不好 好好赖了你,做下咱们再看 行,我妈做下 我妈做的馅饼挺好的 你没吃过呀? 咱们吃什么馅的? 咱们就吃韭菜鸡蛋的吧 那回菜盒子就是韭菜鸡蛋 这馅饼比弄肉的 不弄肉的不好吃 关键是你想吃肉 不是,我昨天吃肉吃好了 还让我爸铺点肉,我爸瘦的 让我爸多吃点肉 咱就弄猪肉大葱的 大家好,我是黑哥,今天老娘给包 猪肉馅的馅饼又有口福了 我先去买点肉馅,一会儿见 这块肉不错 这块我花拿上 看下看这块有多少 47 47,一斤八两 看我这数学怎么样 你数学不太好,一斤六两把 下去买了点肉馅 我搅了这么一点点馅 小四十,三十八块 我先把面和上 这是五百克的面粉 我给里面加一勺盐 放一勺盐 是为了提高面的筋度 用凉水和面 我把它搅成絮状 这个面要和,馅饼要和的软 面已经搅成续状 我现在开始下手和面 包馅饼的面 一定要和软 面已经揉光了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手沾上少许水 把面砸的更软点 这样的面砸完了一会儿 醒一下就更筋道是吗 对 面揉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让它醒一个小时 儿子把肉买回来了 我把馅调一下 妈,这块肉怎么样 你看看 好,肉很好 我现在把调料往里面 放一下 放三勺五香粉 放三勺咸盐 三勺盐少吧 咋这个勺子小 对 我感觉得放四五勺 三勺的 那放上五勺吧 一会儿菜里面 葱里面就不放盐了 对,馅饼还是做的有点味儿 盐还是出味儿 肉里面倒点手油 所以油到这么短吗 拌馅了嘛,这现在吃不完 一次吃不完 再倒点老抽 好嘞 我把它拌一下 我把它拌一下 搅 搅 搅肉要随着一个方向搅 在一个 肉搅好以后 这个筷子 插进去不倒 就是现在拌的正合适 就是现在拌的正合适 肉已经调好了 我现在切点葱和姜 我现在把姜切成姜末 我把它放到肉里 现在我把葱再贴一下 葱 葱切完了 我把葱和姜肉拌匀 肉馅已经调好了 面已经饧好了 我现在开始包馅饼 我把饧好的面拿出来 把它揉成长条状 这案面上是抹油了是吗 对 不抹油它这个面也要粘有点 因为面软 对相当软 我把它切成相等的小剂子 现在我开始包馅饼 这包馅饼就跟包包子一样的手法 是不是 是 这可是纯肉的基本上 看 纯肉的 就放了点葱呗 刚 这就是包好了吗 对 包好了 要节制的 对 这手法我就学不会 我就捏不进去这馅儿 老要包的时候就要撒一点 往处露一点 馅饼包好了 现在开始煎馅饼 把饼胚 安成圆圆的薄饼 就可以下锅煎了 开火 现在开始煎馅饼 把饼放入锅中 煎至定型 翻过来 煎至一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老妈今天给做的馅饼 配点这陕西的辣椒油 配点老陈醋 我又煲了一点 我妈腌的糖蒜 准备开动了 爸 看我妈烙的这馅儿饼怎么样 你不是说不行吗 你不是说我妈不会烙吗 你吃你吃吃吗 味儿挺好 就是猪肉和大葱 别的什么也没放 看这馅儿饼 这皮儿多薄 看轻轻一薄 就漏了 这个馅儿饼你浇醋吗 没有 这是上面浇点醋 特别好吃 这比较子在那个 曼芽的饼的得四块钱一个 呀四块钱都买不下 好像现在那 严家馅饼 牛肉的猪肉的全是 全是四块五还是五块钱的 是吧 嗯 而且那饼的肉可没咋这多呀 那一半都没有 嗯 嗯 吃上馅儿饼 一会儿喝上铁咕咕咕咕 是 呀真好吃 可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今天这汤蒜好吃 我今天忘了嘴疼了 在这边的烂子 很上火 这个馅儿饼是不是也可以做 起面的 也可以做起面的 也可以做 咱家一般吃东西 咱做什么饼一般都要吃四面 四面的吃的有带劲 对吗 好了 我OK了 我估计我也就能吃两个 我批准你吃两个 嗯 三个不吃这个肉太多 嗯 我要控制我的肉食 啊 不吃我不吃吃 哈哈 你吃三个吧 哎 喝点米汤嘛 嗯 看今天的肉价也就这了 也见不到哪去 可是我看 好多别的地方 那肉价都十几块钱 你要记住 身体永远健康 就不怕它贵 身体健康也怕它贵 它便宜点 我也能健康 这期视频 就拍到这里 有喜欢黑哥的 请关注和转发 有什么疑问 或是好的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给黑哥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